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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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ki 現在我人就在 九份一處非常涼爽的地方 其實在 我的留言板 還有本事業的私訊 收到蠻多朋友問我說 要如何一天安排九份到十分这两地的行程 刚好人在九份 就做一个完整的建议以及注意事项 首先你要知道九份和十分这两地 你必须要透过转程的方式 两地之间没有公车行驶 无论你是先到九份还是十分 你一定都要到瑞芳火车站做一个转程 第二点就是你要早起 无论你是先到十分还是九份 你必须要在瑞芳火车站转程 你的通行时间以及你的后车时间 就会吃掉你蛮多的时间了 如果你不早起的话 你在两地玩的时间就会压缩了 你就有时间的压力了 我个人建议先到十分再到九份 为什么呢 你去十分是要玩什么呢 放天灯还有去十分瀑布嘛 这边有一个重点哦 十分瀑布它只开放到下午五点 如果你先到九份再到十分的话 你下午到十分的时候 你会有时间上的压力 如果你要去十分瀑布的话 既然决定先到十分了 现在就做十分上的安排了 请在捷运木炸站搭乘9点10分的795号公车 搭乘到十分游客中心 就是终点站 约一小时的车程 当你在十分游客中心下车之后 很快就可以进入十分瀑布的步道 走到十分瀑布大概要花你十分钟的时间 给你一小时再十分瀑布玩好了 结束了行程之后 我们现在要走回十分老街了嘛 你大概要走二十分钟 如果你脚程快的话 十五分钟 在十分老街就放天灯 大概给你两小时 就整个十分就是三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在十分的行程快一点 你就坐十一点四十分的火车 如果你在十分想多待一点 你就坐下午一点四十分的火车 到瑞邦火车站 现在就要赶快搭公车到九分上去了 突然下起大雨了 我要赶快找个地方坐 不然我会淋湿了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坐火车的部分 保守一点 我们就是在十分的火车站 坐下午一点四十分的火车 到瑞邦火车站已经是两点十分了 现在你就要赶快搭公车到九分上去了 所幸的是在瑞邦火车站的公车 很多选择 可以搭1062 788 825 或者是827 这些都可以到 班次非常多 十五分钟的车程到九分之后 现在的时间大概是两点半 下午两点半左右 晚一点 就两点四十五分 整个下午的时间就是你的了 在时间的压力上就不会有了 最后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 我们先到捷运木杂站 搭乘七九五号公车 早上九点十分 搭到终点站十分优客中心 在十分停留三小时 后我们搭下午一点四十分的火车 到瑞邦火车站 到了瑞邦火车站之后呢 赶快转乘公车上九分 车程约十五分钟 这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半了 两点半以后的时间 在九分的时间都是你的了 雨中雨停 不用再跑来跑去了 真的很麻烦 以上就是十分和九分行程上 安排的建议 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未来你们计划 有要到九分或十分晚的话 让你们有个概念 你们也可以依据你们自己的需求 做一个少小的调整 Schedule我会放在说明栏上面 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就赶快订阅 顺便打开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我的旅游和交通资讯 谢谢 拜拜 快点 来